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首台超级计算机 这台计算机拥有2.5亿次的计算能力 为此也让全球国家拉开研发超级计算机的序目 毕竟这一设备在物理学 密码 破译等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了解 我国在2009年成功研发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 每秒可进行1200万亿次的计算 为此也让中国一举拥有全球一流的超级计算机 并且还对天河一号进行全面升级 升级之后 每秒计算能力达到4700万亿次 因此 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拥有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此外 天河一号问世之后 在我国石油勘弹 装备研制 生物医药 工程设计等领域 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悉 在2013年 我国再度亮相了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凭借每秒3.39精次的双精度浮点 成为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此外 在2014年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 我国的天河二号更是一举击败美国泰坦 成为连续四次获得冠军的超级计算机 此后 在2016年 我国推出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成为天河二号的替代者 拥有每秒12.54精次的计算能力 同时 我国在2020年 首次在太湖之光计算机上实现千万核心并行的第一性原理模拟实验 因此 也奠定我国超级计算机在全球领先的地位 为了扭转这一局势 美国在2018年全球500强超级计算机的比赛上 推出一款名为顶点的超级计算机 该计算机拥有每秒14.86亿一次的浮点运算能力 成为当时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为此 美国认为 在这一领域终于再回到领先全球的地位 没有想到的是 紧随其后 我国再度推出天河三号一级原型机 并且搭载自主研发的麒麟操作系统 使用飞腾CPU 浮点计算能力达到10的18次方 存储量是天河一号的100倍 同时 天河三号的计算能力相当于13亿人上万年的工作量 因此 这款计算机的问世 游望超越美国的顶点 极深全球一流序列之中 可以说 我国接连推出新型超级计算机之后 不断超越美国 最终达到领先全球的水平 背后必定有着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 也能够看出 如今的中国在芯片领域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就 别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